日本当地时间8月24日下午一时许 福岛第一核电站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核污染水会不会对海产品造成影响 今后还能吃海鲜吗 8月25日在北京的街头 有民众对此表达了担忧 可能会很少了 我觉得海鲜可能或者是一些东西的质量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吧 近期可能还能吃一点 远期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会吃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吧 虽然说我原来挺喜欢吃海鲜的 海鲜肯定是不敢吃了吧 我觉得应该不会了 因为我看它确实这个污染会非常大 然后觉得对身体会有一定的影响 有模拟画面显示 核污染水在排放后240天 就会到达中国沿岸海域 1200天后将到达北美沿岸 并覆盖几乎整个北太平洋 海产品还能吃吗 对此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教授 吴威表示 这取决于污染的程度 以及监测的结果 现在你只能通过监测 如果监测达标按照国家标准 达标了我们就可以去吃 现在不知道这个鱼或者虾 或者是被类海带到底污染到什么程度 这都得需要监测才能去 如果是污染的非常严重 超标了我们就不能吃 吴威说 核污染水中的放射性核素 会在海洋生物体内产生负极作用 如果使用核辐射污染的水产品 极有可能引发神经系统疾病 今后的关键还是在于对这类产品的监测 生物里面是有负极作用 放射的同一树的量 刚开始排水排出去的时候很少 但是长时间在生物体内 它就是负极是越来越多 就会超标 而且它要排30年 会越来海洋污染越严重 所以我们吃了将来的人的鱼或者虾 都可能引起神经系统疾病 引起基因突变 畸形或者肿瘤 这都有可能 关键是要进行监测 不要那样有污染的食品 进入国门 这是非常必要的 而对于中国沿海部分地区 近日掀起的豚岩潮 吴威认为 中国食用盐多为内陆盐 这一行为完全没有必要 就是我们国家盐 内陆盐就很多 就是根本不是海盐 我们就用着我们国家的盐 在西部有的矿盐 就是几千年都吃不完 所以我们根本不必要担心盐的问题 也不要担心一些日用品 因为这种品的含量也不会太多 所以我们说 我们现在行为 我们好想看 我们好想看 收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